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毅批评维斯特奇尔访台是公开的挑衅 已经超越底线 而内人沉迷的是 一方面是马斯强调欧洲必须捍卫自己的价值 不接受威胁 又说已经向捷克表达德国的支持 另一方面 安盟外交事务发言人斯塔洛就说 不乐见中方这一种的语言 但这件事就要由捷克和中国进行双边会谈 听到了 这些就叫做抽象肯定 具体投零零 欧洲要捍卫自己的价值 欧洲人不接受威胁 何其高大上 道德光环 直接撑到令人不敢逼时 但实际如何捍卫 就要麻烦两个当时国家自己拆掉它 反正德国已经尽了声援的道义责任 帮小的和大佬辈出声撑都行 不说得了吧 大家一早已经见识到 欧盟是一个多有弹性的组织 当说一体化的时候 成员国就要大局为重 牺牲包括制定财政政策等的自主权 但去到要接收难民 又说回各自的国家责任 至于逆后振兴经济 要拿真金白银出来 德法等富国 更加是怕死意大利等窮亲戚 赖债不还 说真的 德国人从来都是讲求实际的民族 反正外交辞令断根计都不值钱 只会说完Donald Trump开心些 何乐而不为呢 同一个马斯 去年1月就曾针对中国领导人对台发表讲话 口口声声 无法接受中国武力威胁台湾的做法 将向中方清楚表达立场 如果不是先敌今天和大家温故之身 大家可能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 Trump Trump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好像在华为问题上 美国不断施压欧洲国家跟进制裁 德国法国直到现在仍然拒绝就范 原因当然不是爱中国 而是甚至连美国自己都在5G发展上面 输在起跑线上 除非美国佬又是好像对付伊朗那样 大搞连助法 否则德法 为了自身国家发展利益 看怕都不会陪美国佬瘫 说到德国人的务实态度 看看他们怎样对俄罗斯一清二楚 德国为了自身能源供应稳定 无视华府制裁 坚持兴建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 直达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 现在德国收留了几件香港流亡政治犯 几位人兴不单止无村无难 走得走得 奈布斯还接受传媒访问指点江山 不知多么逍遥自在 反观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就没那么幸运 他老过怀疑被人落毒几乎收工 现在飞去德国治疗 难得面对头号嫌疑反普京 默克尔照样保持他独有的科学家式冷静头脑 强调要继续和俄罗斯保持对话 说回捷克参议院议长访台 政治人物打着支持民主的旗号 固然成功站在道德高地 但说到底始终都是中美博弈的产物 美国国务卿和佩奥上个月中旬访问捷克 才批评中国阻碍捷克和台湾交流 真是打针都没那么快见效 也有分析说 作为捷克二号政治人物的维斯特奇与访台 背后涉及他和亲中的总统杂曼之间的政治斗争 有人说中国对捷克的反制空间其实不大 原因是截中两国的政治和经贸层面的合作有限 刚刚其实正好说明 捷克部分政客严判亲美亲台 比亲中带来的好处更大 竟然都是利之所在 人们用民主斗士的角度来仰慑他们 自作多情了一点 反而从中国反制捷克空间有限这一点 可以令大家反思一个问题 中美新冷战如火如荼的当下 光到底都是两个国家最怕谁的问题 竟然捷克可以不怕中国反制 那中国的目标又是否应该不怕美国的制裁呢? 北京瑞尔推动双循环战略 即是强调国内市场内循环重要性的同时 外循环方面会由以美国为全球需求中心 准向欧洲、北美、亚洲顶足而立的市场 对咯 既然川普开戴口脱欧 就即管陪他玩一下咯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是觉得like 搞错还是吃花生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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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